刘备称此人是古今罕见的奇才,为何他自己不用,却留给了曹操。 在刘备34岁这年,经过多年打拼的他,终于迎来了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时机。 由于曹操的父亲死于陶谦境内,引得曹操攻打徐州。 陶谦无奈下相名,不见经传的刘备球员,刘备来后一封书信给曹操寄去,曹操真就退兵了。 原来是成功,赢旅步入掩州,曹操后院起火,只得卖给刘备这个面子。 自此刘备便被陶谦留在徐州的小配,公元195年陶谦病逝,临死前把徐州给了34岁的刘备。 从公孙瓒手下的平原巷,到如今统领徐州的一方诸侯,也许幸福来得太突然了, 虽刘备完命经营徐州,极力树立自己的品牌形象。 但让人奇怪的是,在徐州除了得到一个老婆弥夫人和徐州富豪弥族的资助外,却在无所得了。 以至于,吕布说偷袭徐州就偷袭,并很快就站稳了脚跟。 真不知刘备在徐州到底是如何经营的,为啥这么没有成果。 须知,徐州可是藏龙卧虎的地方,比如曹魏的名将脏霸等,尤其是徐州还有一条龙,此人便是陈登,自圆龙。 陈登的有过啥作为,在三国演义中曾有描写,就是他做了曹操的内应,一举干掉了吕布。 那么疑问也随之来了,陈登既然这么讨厌吕布,为何不帮着刘备众夺徐州,却非要暗通曹操,莫非是嫌弃刘备? 根本不是,据三国志在,在陶谦死后,就是陈登轻力拥戴刘备,才使得刘备安稳于徐州的。 并如此评价刘备,雄资解出,有广霸之略,而刘备后来对陈登的评价也异常高,若原龙文武胆志,当求之于古尔,造次难得比也。 即,如陈登这样文武兼备的奇才,只应存在于历史典籍中,即古今罕见。 可,刘备既然这么看重陈登,却为何没招揽过来,为己所用,反而留给了曹操。 其实对这个问题,只能从三个方面来分析和解读。 一,刘备用不起,这个用不起,可不是说陈登高傲的高不可攀,虽事实上陈登敌却很高傲。 比如有一次明示许四来拜访,结果陈登却懒散躺在床上,让他在下面等,根本不搭理他。 这对明示来言,堪称是一种羞辱。 故而引得许四非常生气,后来还曾在刘表面前,骂过陈登。 恰好刘备也在刘表那里做客,听文后当即反驳道,陈登那样对你,已经够客气了,天下哪有你这样的明示。 跑到陈登面前,需要田地,要屋子的。 陈登希望听到你忧国忧民之言。 从这件小事来看,陈登之傲,应不亚于诸葛亮。 但问题刘备能用得起诸葛亮,却为何就用不起陈登? 答案就是,陈登是徐州的豪强代表门法士族。 这就注定了陈登所有的利益都在徐州城,他才是徐州的真正幕后主人。 故而,如何让陈登跟着刘备四处流浪? 这同时也就解释了为啥陈登能一言定徐州,让刘备当上徐州幕,又为啥屈从旅幕,却又暗通草操。 这种现象,同样也是三国时期的普遍现象,无论曹操刘备还是孙权,若想安稳统治一方,就必须要跟当地的门法士族们合作。 二,格局不同,刘备出身草根,虽一路逆袭而来,但至死都没法接去他身上的草根属性。 这就是喜欢那些有个性的人,却讨厌清高的名士,嫌他们夸夸其谈。 这点在刘备德到一周后,便显现得非常明显。 比如,对三国著名的名士许静,就异常看不起。 若不是法正替许静说好话,刘备真就敢无视。 相反对法正,李延这样有个性的人,却异常喜欢。 陈登其实也可以归属于清高型的名士,比如上面那个例子,他对求田问舍的许四傲慢无礼,嫌弃人家不关心天下。 可他自己呢,却是死抱着徐州,也就是说陈登的天下,其实就是徐州,而刘备却是江山设计。 这是两种格局,所以刘备可以无限夸赞陈登,但也就仅限于嘴皮子上夸夸了,毕竟陈登真有才华。 但却不被刘备赏识,毕竟,格局不同的人,是没法在一起,长久合作的,须知,陈登不要主公,要的是合伙人。 三,刘备还没修炼成熟。 这一点,笔者认为可能性极大,因为就算刘备跟陈登无法合作,但徐州却并不仅仅只有陈登,就如诸葛亮一样,若刘备荆州时没请出来,后人哪知有诸葛武侯。 任何地方,其实都有能人的,所谓还没修炼成熟,其实就是说,刘备还没意识到自己的短板,因为从前面,刘备的发展来言,他从二十多岁起家,到三十四岁意外拥有徐州,这也有点太顺利了。 也就是说,此刻的刘备,其实还不具备,统领一方的实力和能力。 这同时也是为啥,刘备会被吕布抢走徐州的原因。 正是刘备在,经历了这种生死之痛后,才开始了转变。 所以,刘备在徐州,堪称的空耗了几年时光,那么多能人,牛人,一个也没得到,最终都留给了曹操。 故而说,人的成长,不是靠某高人的一两句止点,就能成就,更不是喝几片鸡汤,就能有神功护体。 如刘备,他在徐州的经历,其实正是他的转折点,就因他在这里,栽了一个大跟头,有过深入骨髓的疼痛。